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Costco的减肥好物 如果看过我之前减肥视频小伙伴呢 应该知道我已经从67千克减到了现在的52千克 而且呢不用严格的计口 就能够比较轻松容易的坚持下去的一种减肥方法 感谢小伙伴呢可以去看这个视频 那今天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Costco里发现哪些特别适合减肥小伙伴的好吃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第一样呢就是当当在我身边的这个 减肥小分队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 它其实呢是一个鸡蛋饼 不仅呢非常的低卡 而且还适合生酮饮食的小伙伴去食用的 宝宝那张这个鸡蛋饼呢是30大卡 那一共是有14片 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是蛮不错的 吃法特别的多样 就是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 怎么用它都可以 你可以在里面卷一些菜啊肉啊 放一点酱汁就非常的好吃了 或是呢你还可以用它去做千层蛋糕 我可以说这个厨房小白不太会做饭的那种 每一层加一点水果然后抹上一点奶油 真的能吃到千层蛋糕的那个感觉 虽然说有一点点粗糙啊 心灵手巧的是可以做成非常漂亮的千层蛋糕的 有时候饿的单独吃一片这饼都可以 确实是非常的健康低卡 就是它既可甜又可咸 那第二样才给大家重磅推荐的呢 就是这一个 这个菜花米 这个好像是我安娜娜之前推荐过的 然后自己没有看她的Vlog 是我的好朋友安利给我的 其实只用微波露把它盯一下 就可以直接吃了 那你要是想有一些味道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做成炒饭的样子 都是非常的简单好吃的 麻烦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菜花 这卡路里也是相当的低 里面是有这样的四小包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饭量来酌情增减 然后你吃的时候会觉得像在吃菜还在吃米 这间那种感觉好像挺奇妙的 下面一个呢就是一个蒜香味的牛油果酱 用法其实特别的简单 里面呢一共是有12个这样小的独立的包装 保质期相对时间呢比较短 可以直接买牛油果 那个是更健康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伙伴是早晨的时间比较匆忙的 但是又很想吃一个比较美味的早餐 可以做两个吐司片 比较简单快速的比较美味 有时间的话就煎个蛋没时间就算了 就是一抹 然后就挺好吃的 它的味道呢是有一些蒜香味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单纯去用牛油果的话 要美味一些 而且它成分也非常的简单 健康的话肯定还是直接用牛油果是最健康的嘛 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平常当一个小零食去吃 就是这个古物的小饼干 共是有两个袋子 一道人就有这么多 这个已经打开吃了好多了 单纯的吃这个已经非常好吃了 大家看一下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上面有芝麻 蘸这个酱来吃 特别的好吃 但是呢这个酱还是要控制一下 如果你想吃牛油 你就要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那个量 每天要少吃一些 可以多吃几种 下面一个就是气泡水了 可以增加你的饱腹感 一定愁上的也会 促进你的消化 同时呢它也是零卡路里完全不含糖的 我其实最开始有点喝不习惯 没有放糖的雪碧 之前简媒是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说一定要吃八分饱嘛 做起来不太容易 对于这些小伙伴呢 我建议大家备一些气泡水 或者带着陆克在家里 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呢 非常的不容易吃多 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饱腹感 对于你的减肥 是非常非常有效果和帮助的 有一点点没有味道的话 其实可以加冰 或者是放在冷藏里 就会更好喝一些 那下一个呢 是一个有点暗黑的推荐 它其实是苹果醋 比如有胃溃疡 或者是比较容易胃酸的小伙伴呢 不太适合 但是呢 如果说你是非常难控制自己食欲 然后平时又吃非常多的小伙伴的话 这个还是可以尝试的 它其实是非常能够抑制你的食欲的 我觉得先买一个小瓶吧 就是Costco这个还是太大罐了 有点喝不完就有点浪费 但是它其实也可以用来 就是做菜的时候稍微放一点 那下一个呢 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酱 其实我知道那个芝麻酱特别特别火 但是呢 这个好像挺少人推荐的 它这个酱的味道呢 是有点酸 有点咸 又有点甜的感觉 拌沙拉是非常好吃的 就是你稍微的挤一点 然后拌一拌 这个味道都非常的足 卡路里相对来说有那么一丢丢糕 但是如果大家用来去吃沙拉当一顿主食的话 还是OK的 我是特别爱吃菜的一个人 就是更爱吃肉 加了这个之后呢 我就会吃更多的蔬菜 就是如果说跟我一样 有这个吃菜困扰的小伙伴呢 可以试一下这个酱 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的 卷饼啊什么的说 加一点这个也是很香的 那下一个呢 也是一个稍微有一点老生常谈的东西 反正我已经不想推荐 我觉得已经很多很多人提过 但我身边的小伙伴呢 上次去超市的时候 他们多数还没有尝试过 一个杏仁奶 大家看它的卡路里是 一杯呢只有60大卡 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低卡 一杯牛奶的话 大概就是150大卡左右 我觉得这60大卡的味道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那个有90大卡 还有30大卡的一个选择 30大卡那个喝起来 真的有点太没有味道了 不管你是这样像做奶昔啊 还是泡一个茶包 然后倒一点这个 都是喝起来非常好喝的 煮一些燕麦片啊 当一个早饭 总之的也是非常低卡 又美味的 也非常推荐给那些乳糖 不单说小伙伴去喝 那这个新浪酸奶呢 我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了 那我今天呢 想给大家推荐的是 它的一种吃法 因为像我不知道 有没有套伴跟我一样 就知道这个是一个 非常健康的酸奶 但是它真的太酸了 我觉得本来吃酸奶 都要享受的一个过程 然后非得要吃 这么酸的酸奶干嘛 这样的应该是 大家可以在很多的 超时都可以买得到的 零卡的风糖浆 这个也是我一个减肥 好朋友推荐 我们三四个人嘛 其实我们发现了什么 特别适合减肥 那些好物 都会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吃起来的味道 和真正的风糖浆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差别 可以做pancake的时候 加一些这个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喝这个酸奶的时候 加一些 毕竟它是零卡的嘛 就是放个半勺一勺的半开 真的就甜了非常的多 而且是很清香的那种 我觉得一点都不腻 那说到这个零卡的风糖浆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种零卡的果酱 它里面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果酱的口感 和那个真的草莓酱 是有差距的 大家可以去Sobias 或者是其他的超市 也就可以发现 这种比较零卡的 想吃甜口的 不想吃牛油果的那种 比较咸口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这个 那下面呢 给大家简单的过几个 就是我觉得在Costle 还是非常值得买的一些 健康的食材吧 一个就是这个冷冻的 一个大虾 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买这样一个 1.82千克的一个大包装 然后它里面是有这样的四道 大家比如说鱼类啊 生菜啊 鸡胸肉啊 黄瓜啊 还有小西红柿 特别常见嘛 就不多说了 下面呢 就要进入一些临时的part 除了刚才的这个小饼干 搭配牛油果酱的吃法呢 还有很多的减肥的小零食 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一个呢就是这个蔬菜味的玉米片 然后它的卡路里呢 是53片 有180卡 它其实跟那个图片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它也写的是图片仅供参考 吃起来就是淡淡的玉米片的香味 加上蔬菜的味道 如果还没有尝试过的小伙伴们 可以试试一下 大家吃的时候 大概就拿个二三十片一次 大概就不到100 下一个小零食呢 是这个低脂的cheese 一个呢 只有25大卡 里面打开呢 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他们家是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cheese小零食的 可以直接吃哦 也可以切成块拌在沙里 也可以裹在你的面包片上 都是OK的 如果喜欢吃cheese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下一个呢 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的一个海苔 这样的一包呢 只有一百大卡 大家看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好吃的 好吃的 这个零食呢 如果说真的 完全的控制住 对于很爱吃零食的小伙伴来说 是非常的痛苦的 基本上很容易就一下子就绷不住 放开了吃 导致你之前所做的一切的运动呢 和饮食的努力全部都白费了 我觉得还不如就是和自己的食欲去相处 既能够吃到美食 过得过嘴眼 同时呢也不会长胖 这个呢 也是非常推荐给喜欢吃零食的小伙伴的一个 然后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巧克力 这巧克力是减肥的时候 一个小禁忌吧 就最好吃不要吃 但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 特别爱吃巧克力的话 那我给大家推荐的巧克力呢 是这样一个 这个黑巧克力 然后里面是almond buttercups 它同时呢 也非常适合生酮饮食减肥的小伙伴 每一个呢都是一个80卡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觉得它的味道还挺不错的 嗯 就这样加心的 还要给大家一个小题 大家在吃零食的时候 放慢你的速度 这样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 下面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 更不可思议的一个零食 爆米花 其实卡路里真的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 因为我选的这个呢 是一个light battery 非常嘴馋的时候 或者是在家里想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打一个这个爆米花还是挺好的 就有非常多袋 我们就吃了一些了 外面呢就塑料袋去开之后 放在微波炉里做一下 就非常的简单又快捷 那它呢主要是咸味 那有一点淡淡的甜 卡路里呢比焦糖味的要低非常多 下面呢给大家推荐一个 相比来说比较低卡 红星葡萄柚的 一箱里面一共是有12万 还挺多的 这样一杯呢 卡路里只有110卡 我也之前买过那种非常难吃的 我现在给大家找了一个图吧 就是好像是一个复合的那个水果的 那个巨难吃 就是千万不要买 觉得这个的味道是非常的清晰 非常不错 能吃酸奶的时候 也可以放两个杏仁片 非常的增加口感的 人家其他的坚果都吃的挺慢的 但这个就吃的真的是超级飞快 如果像我一样爱吃冰的小伙伴呢 也不要担心 那我给大家推荐几款 非常好吃的冰淇淋 而且呢卡路里也非常好控制 第一个想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这个 它里面有多少个吗 40个 然后它的卡路里有多低呢 大家看 一个只有45000卡 真的是这爱吃冰小伙伴的福利 完全吃了之后不会有任何的罪恶感 有一次跑步的时候 还给我其他三个小伙伴带了三只 就是大家先吃了之后再跑 它是小小的一只的 不是那么的糯软 如果说你是喜欢吃老冰棍那种口感的 我觉得这个还 你应该也挺喜欢的 因为它是果味的那种水分比较高 比较脆脆的口感的雪糕 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也是 虽然说这个可以吃 但是呢更喜欢吃那种比较糯软 比较有奶味的冰淇淋的话呢 那这个就不是首选 下面一个有四个味道的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吃的 尤其这个奶茶味道和绿茶味道 它里面是四盒都还挺大的 所以下面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 但是呢卡路里又不高的奶味 非常足的一个雪糕 我想呢就是这个 这个味道是我好朋友推荐给我的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又买回来的 焦糖smoothie酸奶的一个味道 特别的好吃 大家看它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 它大小跟哈根达斯差不多 口感呢不输哈根达斯 而且甜度真刚刚好甜到心里去的那种 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好不好 哦对我忘了说了 这个不是在costco买的 但我想到了冰嘛 就说想你大家一起推荐一下 no feels买到了 记得去看一下 只有一百大卡 然后这么大一只 这个是在我所有看过的雪糕里 最合适的了 大家都知道焦糖会有点甜有点腻嘛 但是呢这个的口感 因为它结合了那个酸奶的清爽 复合在一起就真的没有那么的甜 就刚刚好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味道 是我自己先尝试的 它是一个lime的味道 它的卡路里是更低的 一只只有90大卡 原来它里面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特别可爱 哦这有点酸 雪糕还有非常多的味道 大家去解锁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还喜欢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对你有点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之后的视频提醒 BGM小伙伴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